好了,这个经文我首先解释一下,然后我们就让你们写一写,看能不能够写下这个,怎样写这个讲道,如果用这次经文的话,我首先解释一下,这三个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宝贵的,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,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,为要成就祂的美意,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,这是基督徒,当我们是更崇尚的基督徒,我们立志行事两方面,就是我们立定心意要做什么事情和行出来,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,这是说,其实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,也是神在心里运行,感动我们信主,在我们信主的时候,你会感受一种很大的力量在推动你, 然后我们,然后我们圣灵就感动我们去祷告啊,亲近神啊,赠宠神啊,传福音啊,你都发觉神在我们的里面,感动我们去立志,要行出来, 这个经文讲出神与我们的亲密的关系,是基督徒的亲密的关系,是在我们的里面,祂推动我们,令我们做这个决定,而且行出来,这讲出神与我们的亲密关系,爱主的基督徒,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顺服神的基督徒, 不顺服神的基督徒,他们很多小区,他们的情欲,推动他们去犯罪,他们立志去犯罪,然后犯罪,都是他们的情欲影响他们,但如果他们是得救,还是会有立志行事正宗神的,如果他们是重生得救,如果他们是重生得救, 所有基督徒都有这个工作,神的工作,但听从神的基督徒,这个工作就越大,你会发觉很多的圣灵的带领,感动,有些人听到神的声音,有些人不能听到神的声音,但会有圣灵的感动,推动我们,所以这里说出很大的恩典, 神的属性,我现在解释一下,然后你尽量放在记忆里,然后你写出来,用这些经文写出来, 就是说他在哪里,哪里就有他的同在,他也有这个与我们亲密关系的心, 然后他的恩典是,他在哪里,他就会在那里,感动我们,推动我们,改变我们, 目的是成就他的美意,他的美意是对我们最好的,他就会带领我们,感动我们, 所以这个经文讲出神与我们亲密的关系,也怎样带领我们,越被这个带领的基督徒,越成熟,越进步, 我们也可以留意,我们有没有跟从这个圣灵的感动, 然后,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,但与主联合的,便是与主成为一灵, 这里也说出,解释这个真理,就是我们与主成为一灵,与神合一,这种关系, 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就能够感动我们,然后第三个经文, 在了太书二章二十节讲到,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, 现在活着了,不再是我,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, 这是说,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,与我成为一灵,所以推动我去立志行事, 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,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, 这是靠着神的儿子而活, 我们的生命是靠着耶稣而活的,祂是爱我,为我学习, 祂个人的爱我,这个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重要, 因为讲出神的,在我们的运行, 我们也看到有些基督徒,他们立志,很多立志, 行事都是顺从神的,但有些基督徒很多时候是顺从他们的肉体, 所以他们会跟人吵架,你想一想,当你吵架的时候, 什么在你里面运行,然后你有这个信服神的时候是什么在你心里运行, 现在我请你写,写一写,如果你要讲这篇道怎样写, 这个神的属性,恩典怎样写,然后我们如何与神配合,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,我现在请你们写出来, 看看能不能够写出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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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